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二 早上的10点34分 跌95点 今天开盘直接开出第一盘 最多跌了164点 早盘还度涨44点 一下子而已 卖下就出来了 外资又在砍股票 可以想象得到的 今天为什么会又出现砂盘 除了外资在砍股票以外 昨天美国股市的部分 又出现大跌 昨天纳斯达克跌了2.4% 非常不好提跌了5.4% 昨天反而是欧洲大涨的 你看法国涨2% 英国涨1.3% 德国涨3.4% 那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同调呢 不同调很明显就是震荡格局啊 如果是一个多头 全球会一起走 如果是个空头 全球会一起跌 那会进入那种有的涨有的跌 大家步调参差不齐 就是盘局的特色 所以昨天欧洲股市大涨 其实最近欧洲股市整体表现都还蛮稳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欧洲的现行 你看法国创新高了 英国是有脱欧的问题 所以相对是比较弱 那德国昨天也大涨创历史新高 所以欧洲股市很强 因为开始打疫苗之后 开始慢慢解封 那昨天美国为什么纳斯达克又出现大跌 非常不好提又出现大跌呢 因为昨天利率又开始 公债利率又上来了 所以造成科技股的大跌 反而稻穷是大涨的 成绩度涨到600多点 那到底是谁在涨 很明显的 在昨天美国股市的表现部分 科技股是大跌的 你们可能看不清楚 科技股半途底股 平均跌幅大概都3%到6% 昨天撑起稻穷指数的是银行股 美国昨天六大银行 平均涨幅都在1%到3% 我给大家看一下图形 图形可能你们就能够看得比较清楚 昨天美国的银行股 相对是比较强的 你看昨天整个银行股 昨天根本没有下来 这段期间也都没有下来 银行股昨天是撑起 美国股市道琼大涨的一个原因 你看花旗复国 包含高盛 股价都在创新高 股价都在创新高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 你要特别注意到 银行股的部分 台湾的银行股会不会接棒 我已经说得久了 你看今天台湾银行股 台北股市开盘杀下去 银行股的部分 整个就拉上来了 今天银行股整个都拉上来了 红通通的 尤其首选富邦金跟国泰金 今天国票也大涨5% 因为跟利率变动有关系 债券影响是最直接的 所以国票今天大涨了5.4% 那我们还是以最赚钱的富邦金为主 富邦金今天已经54块钱了 已经过来4块了 一直在穿着 我不知道你有买不买 有买是应该的 我都讲那么久了 我对42块说的 今天已经过来4块了 有多来抱好条 我就看哪里你们知道了 我就不再重复了 不然让人家笑说 哎呀 喊那么高又不会来 也无所谓啦 反正你笑你就笑吧 到时候我们赚大钱的时候 你还是只能看着我们赚钱嘛 对不对 有没有都会负贴啦 我们42块 没有到现在 1点已经贪12块了 1点已经贪12块了 所以美国股市的大涨 慢慢的你们看到 台湾的金融股跟着开始 步上美国的后城 人家都已经 去60块钱 80块钱了 好 台北股市间 一跌下去 最多162点 很快就谈上来 昨天外资在台子期空单部分 补了5500口 那补了5500口 目前空单还有2万口 所以当外资开始 已经陆续在补空单的时候 整个跌市会缓和下来 那大盘的部分 我跟大家讲过 回档9天 在上个礼拜五 已经结束了 那上个礼拜五结束 我跟大家讲过 不是一个 攻出去的盘 前两个礼拜是震荡走低 未来两周是震荡走高 因为整个区间是40天的 40天的区间行情 所以行情 降过去也落下来 虽然说短波段 还是有转折 可是整体来说 40天是在区间里面 所以三个月份的行情 你会看到都在这个区间里面 所以器官的股票 我今天已经就说了 过年前我就讲了 器官的都要走 有全新底部的起涨股 在中小型的部分 它叫特别的名字 台积电 日月光 联巴科 国聚 台大电 你看这些涨高的个股 是不是一档一档都下来了 今天台积电又所当其冲 昨天ADR跌了5% 那今天台积电跌了9块钱 光是台积电就跌了85点 今天日月光也是破新低 跌了3块6 破新鸡啊 所以过年后涨停板 我相信全市场应该只有 林何彦一个人 在提醒你不可以买 我们买这么烧到 我是960买起来 我们都已经赚了60% 我们都已经赚了70% 放口袋了对不对 你再去追高就没意义了嘛 联发科也是一样 联发科一样 都是市场外资卖压的重心 台大电也是 你看一直下来 我点了给你台积电 你看一档一档 联永都下来了 2408南亚科 对又破底了 我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只赚两块半而已 你能起到一百块去 所以你不要一直看报纸 或者听法人的报告 你要有自己的判断才可以 起关都不要去追 买底部的 买底部的起涨股 一档一档底部的股票 都开始上来 尤其开始发布第三季的 开始发布去年的财报 开始发布去年的财报 风力发电要招商了 会宣布招商要盖的地点 所以开始第三度的风力发电招商 你看今天风力发电股 整个就起来了 中刚够上尾头永贯 这就起来了 你要压重点股 中刚够率先先攻出去了 紧接着上尾头要注意 永贯也要注意 今天上尾头永贯 当大盘带跌已经开始逆势上来了 所以风力发电股 也是一个重要的选项 你还要注意 我跟你已经就讲了 风力发电股 过年后你要注意 你看3673TPK 今天还是很强 财报发布完之后 开始逆着走 昨天 GIS发布财报 发布完之后赚一个股本 今天GIS也开始在动 支笔档一档都是没有涨的股票 都是没去的股票 财报发布完之后 开始去 4935贸零 这就要注意 这就要注意 这两天大盘卖压很重 他反而撑住了 去年10.35创历史新高 成长了大概快三倍 要配五块半 也是优势以来配最多的一年 那同时前两个运收 都是倍数成长 所以这也去 这开始叮咚 现在只是量还不够 大单进来还是 还不够明显 所以你要找这种股票 啊 去管得不要再堆啊 你看欣欣 财报发布完之后是不是一路下来 南电 财报发布完之后是不是一路下来 包含国具今天又破底了 华星科今天也破底了 所以跟大家讲过 大家叫你们不好再败 过年后很多人都在讲被动一件涨价涨价涨价 所以有两天告诉你不好败 你看是不是一直下来了 你如果买买的你有刑处 别急 不要急 等到买点出现时间到 我会开始出手 我们告诉我们 我们在哪里买的嘛 国阳昨天创新高 外资开始买进 昨天外资大买国阳 可是指标高了 高档震荡 修正指标难免 后市还会看好 三大建案今年如果全部交污的话 全部交污是会交污啦 只是它交污的进度 如果全部交污完毕 八户起跳 所以要注意 你看IC股一样是 外资压盘的重心 大家起关都大拨 群联也大跌 群联今天也跌了3% 对 广语 我还特别跟大家讲广语 要注意 没那么好啦 贪没那么多钱啦 才赚顶多 可能一块半都没有 前三季才九毛钱而已 一个话题也炒到十几块 没那么多钱啦 所以你不要 因为消息面一时 然后就去追 今天外资调高 大力光的平等 水间大力光涨 郁金光今天应该算是 利空出境 因为营收发布 营收数字坦白说 并不强 比去年同期衰退10% 可是今天股价却出现逆转 所以最坏的情况 已经都出来了 那反而开始逆转之后 等到有急的去喔 这种利空逆势涨的 尤其在今天卖压这么重的 它能够守得住 那代表 所有利空已经都释放完毕了 旺席最后两天喔 24天 24天的时间 今天正好是第24天 所以今天明天两天 过完之后 只要出现一根中红棒 那么整个反转就确认了 这也是底部的起涨股 去年每股获利应该有 8块钱的一个条件跟实力 那今天红杰科 稳貌大跌 所以稳貌这一波 昨天涨我也不买啊 因为我对第一季的业绩 是比较担心的啦 是比较担心的 那原项已经跌太深了 原项昨天有法说会 那老板说目前接单 已经接到第三季了 今年还会有三成的成长性 可是大单还没进来 指标很低 大单还没进来 没办法 基本面好 你还是有伴随的 量的进来 才会开始动 这个要注意喔 我今天一开盘 就开始买这支股票了 VIP会员制中会 一开盘就开始买了 135 138 140 一路一路一路 这也担心吗 是全球横气的大厂 每年固定三到九月份 都会大涨的股票 去年前三季就赚了一个股本 全年大概有14块到15块 获利成长的快一倍 股价已经修正很低 我今天VIP跟资中会员 开始买顶炫 今天没车 有车都可以赶 那我今天台光店 163元 压下来 空手的一样继续买 整个大底才刚完成而已 所以很多底部的股票 压回来 你要懂得掌握机会 不要等到行情 第一不买 高材再拼命追 这样就冰价大计了 那板甲要减资了 3月18号停止交易 所以我长得您说 这已经起管了 可以开始回收资金了 你如果不参加减资了 可以开始回收资金了 会不会太刺激了 我们八十五号开市 母的您都知道 有跟到单的都知道 很开心 赚了一大波 那现在要减资 你不参加减资了 慢慢的把钱收回来 转到下支股票去 所以这个行情其实 重点在个股 你看亚德克跟上云 去那管啊 高档一下来就很狠啊 所以管的股票都不要去摸 星象在打底 你知道昨天星象 除了2月营收 创历史新高以外 昨天公司发布 2月份的获利 税前6.03 前两个月EPS 11.85 11.58 前两个月就11.58 你税后打个八折 也将近快10块钱了 两个月就贪了一个股份了 所以目前市场估计 星象今年大概有60块钱的获利 去年我估大概48.5 差不多啦 应该借于48.5到49块钱 所以这台不泡完之后 会再摆起来哦 你看连续两天卖要这么重 它都能够锁得住在这里打底 随时要跌起来都很近 你看大田今天又大跌了 好 今天大田又大跌了 我上星期就说了 高档钓手线带量 温室的 我早上九十四块 开盘快没钓 你看已经钓那么深了 这都要还要求 都要还要求 大田我讲了一个多月了 我当时说的 像大家说的 第四十五天讲的 我们在第四十五天开始买 那目前为止第几天呢 今天是第二十四天 所以还有三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打来之后会免购 会再挤抖起来 同样会再贪钱 那不要去队关 所以队关的 上个礼拜大家都在谈大田 就连续两天 大田杀红了眼 所以你一窝蜂跟着市场去追 反而不见得是好效果 太鼎财报利多都出来了 现在剩下大单还没进去 还在打底 太鼎每年也是从三月走到七月 所以后面有一大坡的兜头 是什么时候说 当时大坡要下去炒而已 你可以特别注意 好 今天技嘉大涨了 我在演讲会场上面 特别推荐技嘉 那会员也锁定技嘉 底部完成一个突破缺口 昨天又一个缺口 连续两个突破缺口 这也许我 昨天比特币也大涨 又大涨两% 那华硕我就不用讲了啦 两百四十四块 没得爆到现在 没得那么小的 就继续来爆嘛 就继续爆嘛 静态 也是一个突破缺口 拉高又一个逃逸缺口 缺口一直补不掉 随时又衝 白米才才败而已 炭五块银的公司 白米才才败而已 所以看是不是还有很多 那么好那么优质的公司 在底部刚发动而已 所以不要去队败 你看国际射到这样 叫你卖买卖买 我看全市两口 你跟我来说而已 其他都在念报纸 报纸说好 大家一起跟着喊好 那到时候跌下来之后 大家这三千起口不再谈了 你要自己有自己判断的能力 跟控制能力 不要随着市场一起起舞 这样就不好了 今天金融股 应该大家也会开始讲 金融股了 因为今天金融股很明显大涨 今天金融股很明显大涨 应该整个市场 也会开始讲金融股了 你看我说那么久 我对四十二口就开始说 非得要看到大涨 大家一窝蜂 才愿意接受 那永远都不是 那个比较领先 这个叫落后 都是落后的操作 三月份的行情 我还是要重申 三月份就是一个区间而已 个股财报才是重头戏 你要买那个底部要买的 财报发布完 一支一支都会抛起来 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操作 我来找底部的起涨股 尤其优质的 囤积底部基优股 我们继续来拼50% 一支一支又来拼50% 一天一个便宗而已 我们的负转线 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本公司以往及期效不保 节目来破例 其余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券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首先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